佑珍同學要跟您介紹一下 他是參名家商16歲的高中生 他得到德國的一個獎 他的作品傳染裡面 我們把他44-1 本來我們報名結束 只有44位藝術家對不對 然後我們嘉義就是嘉義的陳佑珍 謝謝你把我們的參載藝術館 年齡展往下拉 我們剛剛主持人說 我們從16歲到80歲 80歲我還很忘記的大師 你趕那個平均的你又往上拉了很多 當代藝術 上 好我們開三樓 好我們請回座 好謝謝 當事正式開始 毛理司長 毛小長 深頭司長 請各位委員會的對比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 明明 2024 剛代藝術聯談活動現場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 一樓的展出 這邊的作品 非常的多元 那你可以看得到 有書畫 文化 攝影 文化 琉璃 地底雕塑 有非常多月的展出 那很特別的 我們這次所有展展的藝術家 年紀最輕的只有16歲 年紀最長的80歲 所以我們這次的展覽 跨越了好幾個年代 好幾個世代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不同類型 不同年紀 還有不同的元素的成書 那二樓也有誠意十足 創意巡的各展 也是不一樣的一個 創作品來的一個展現 那我們期待再創推廣 讓藝術文化在當代的舞台上 展望出更多鮮韻的光芒 首先介紹主辦單位 王景成理事長 大家好 老師聯邦寶副董事長 舒穆妍 福利高雄師範大學 審夏場 吳妍莎 哈囉 大家好 高斯大文化學會 媒體顧問 林奕文 中華書道學會 名女理事長 蔡經貴 秘導商人 書畫協會 創會長 先生 還有我們 訪談藝術家 楊秀文 訪談藝術家 段憶君老師 訪談藝術家 李元芳 訪談藝術家 王全步 那還有我們這次參與所有演講的藝術家們 老師也是我們 可以贈賞跟大家揮揮手 我們所有這次參與的藝術家老師 歡迎 搭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幾個好醫生 那麼你就會擁有好身體 可是我今天認為 聽了孫董事堂一期話以後 我認為應該要加第四號 就是要學會藝術建商 那麼永遠學習 學習藝術 各位說對不對 要好唱歌音響 唱著輕快旋律 活不口笑響起 航光穿透音響 唱著輕快旋律 活不少聲響起 和聲要你共舞 彩虹的美好 是你如花的夢 心中盛開的花朵 飄搖在天空中 帶走憂愁 無法煩惱 歡快的歌聲回答 彩虹飄過天氣 歡笑跳躍舞蹈 彩虹的希望 感受那溫暖陽光 帶來的幸福感 彩虹為我們編織美麗的幻想 隨風飄搖跳躍 彩虹的旋律飄移 心中充滿歡樂 彩虹的美好 彩虹的色彩永不追去 帶來美好和希望 讓我們一起歌唱 彩虹的故事 彩虹的色彩永不追去 彩虹的色彩永不追去 帶來美好和希望 讓我們一起歌唱 彩虹的故事 做ел就一個變成的 枕成的寶寶 老師的版畫的舞台 跟我們全部老師的書法類的舞台 那這邊我們代表主辦單位 歡迎大家 希望能帶給大家一個 很熱情的夏天的舞蹈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